中国的国防开支总体上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 保持国防开支十度稳定增长 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履行国际责任义务 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 中国的国防开支是公开透明的 每年的国防开支预算都纳入国家预算草案 由全国人大审查批准 中国在2007年参加了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 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上亿财政年度国防开支的基本数据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对其他国家构成军事威胁 关键要看这个国家奉行什么样的国防政策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加强国防建设 不针对 不威胁任何国家